韩国籍宣教士 普仁秀牧师和孔顺姬师母 和姐妹们忙进忙出 准备制作道地的韩国泡菜 在年节到来前 分送给街坊邻居 用红通通的泡菜 为大家添喜气 三湾教会坐落在客家人 比例高达98%的苗栗县三湾乡 生根在这里20年的 普仁秀夫妇 可以用流利的中文 和客家话传福音 这已是大家的喝醋笔 这里面有姜 还有洋葱 还有蒜泥 还有萝卜 鱼露一起打 加上满满的辣椒粉 和糯米水混合 就是色香味俱全的特制酱料 你们拌的时候 里面有一块 没有好好有 公开的要拿出来 接着大家重新 把切好的大白菜 和酱料充分混合 一罐罐暖心的手工韩国泡菜 就大功告成了 每次做泡菜都会花上好些时间 但没想到泡菜 竟然成了串联街坊邻居 情感的重要角色 甚至还有人因此认识了信仰走进教会 有的时候他们也愿意来帮忙 他们不愿意进来教会 但是这个不是做礼拜 不是信仰上的 所以他们为了做泡菜 他们还是愿意进来 这是好的机会 韩国泡菜 对 韩国泡菜 我说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带着一罐罐泡菜 一行人出发到社区 关心许久没有来到教会的老朋友 像我们牧师有这样的精神 实在很少 他对这个工作非常的辛劳 所以说很多人都吸引给输了 而为了让更多人 有机会认识福音 三湾教会过年前和三湾乡公所配合 一一探访全乡的低收入户家庭和独居长者 靠着人的力量没办法的事情 我们祷告 主啊求你 在三湾有敞开传福音的门 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 泡菜不只是普人秀夫妇思念的家乡味 也让他们能够借着泡菜 将上帝的爱与关怀 带进三湾客家乡亲的餐桌上 多了一份暖胃也暖心的祝福 以上是GooTV新闻中心 在苗栗的采访报导